如今东京奥运会已经开始了 中国健儿们已经获得多块奖牌了 各个领域都传来了好消息 而田径赛场上却还是风平浪静 在2021年初 许多国人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苏炳天、谢振业身上 因为他们承担着中国男子白米 冲击奥运决赛席位的重任 重返巅峰的32岁苏炳天 更是跑出两个强悍的9秒98 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有希望晋级决赛的实力派飞人 在男子短跑项目中 他们两个是中国的定海神针 一位是堪比加特林的传奇老将 一位是曾超越过布雷克的新秀 当然中国女子白米也是有闯进奥运决赛的希望 其中最突出的那就是福建的葛曼奇了 葛曼奇属于后起之秀 是田径四金花中最年轻的一个 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 昔日老将韦永利因受到伤病的困扰 今天实力状态严重下滑 而24岁的梁小静正处于技术改进期 水平维持在11秒30左右 今年状态增加 实力稳定的葛曼奇 在之前就创造了白米个人最好成绩 11秒04 今年在全国田径锦标赛 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跑出了11秒15和11秒19的成绩 成为当今亚洲最有希望 晋级奥运决赛的女飞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有喜欢田径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 拜拜